哈喽大家好 谢谢你点开这部YouTube影片 今天我要回答网友的提问 他在我这个移民英国潜谈 金格兰格林威治的治安房价潜谈 这是我两年前的影片 问我的问题说 请问从Differ Bridge走到Berkeley 走到Berkeley Market这段路线安全吗 看街景人很少 谢谢 感谢网友的提问 长期观看影片的人应该知道 我没有住在伦敦 但是我在这支影片中也提到 英国有时候就是这条街看起来很安全 或是你走起来看起来很安全 但是下一条街就很危险 其实不管走在哪一条街上都充满了危险 这样讲好像把英国讲得非常可怕 但是就是自己走路的时候 千万不要看手机 千万不要听音乐 要很专心的走路 随时眼睛要查看左右方前后 是不是有奇怪的事情 或是如果有人离你非常靠近 要特别注意 还有在英国的话 晚上如果你10点多11点多 自己走在这条街上 相对而言也会比较危险 那或是早上很早的时候走在这条路上 应该说走在哪一条路上都会比较危险 其实不管哪个国家 深夜在路上行走 或是凌晨在路上行走 都是一件蛮危险的事情 非常抱歉 我没有办法很窃窃的回答网友的问题 因为我自己也从来没有走过这一条路 我只能跟网友说 如果你没有办法走的话 我查看了一下 这边有一个地铁站 那他下一站这边是没有 这边变成是一个火车站 St. John's 我自己也都没有去过 走路是15分钟 我们把Google Map稍微打开来一点来看 似乎你从这个桥这样走过来 这边有人行道 然后你会走在河区 那我看一下这个河区 这一边我们再把它放大一点 这个不知道这边是不是会有草丛 如果是你自己一个人走的话 我是会比较担心你 那如果是结伴而行的话 我会比较稍微放心一点 因为感觉这边都是公园草丛 沿着公园走 绿地走 那这里走到这边的话 感觉是房子 住家的部分 如果有看影片的您是住在伦敦 可不可以请你们帮我回答这个问题 这一段走起来安全吗 然后又会再经过公园 我真的很抱歉 无法从地图上来判断这一段走路 是不是很安全 我只希望真名望佑 如果你是自己一个人走这条路的话 请你走路的时候 就是不要听音乐 然后尽量在大白天的时候走这条路 可能会比较放心一点 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可能不会选择晚上或是清晨走这条路 应该早上九点之后走这条路 应该早上九点之后走这条路 我可能会觉得比较心安一点 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女生的话 我会这样建议你 是男生的话也是要注意 因为自己一个人在异地 有时候就是会很兴奋 忘记了注意周遭的环境 谢谢你的提问 很抱歉 我没有办法回答的更详细 再利用另外一个方式 我把地图打开看 这个是一个停车场 你可能车子停在这 那我们看看走路 这一段走的话 走回去都是住家 住家 会经过这个火车站 然后继续走 感觉这边是经过都是住家 住家的话 我会觉得OK 至少如果发生什么事 我大喊 也许住家的人会听到 然后继续走 这里旁边有一些房子 房子还有住家 我们继续往前走 感觉是走在大的 马路上 不是什么小的路径上 小径上 感觉旁边都有住家 至少发生事情的时候 我可以大喊 是大路 那这一边的话就是 比较会担心 这里是公园 感觉这边喊的话 就比较少人会听到 我觉得比较危险 如果我自己看地图的话 我觉得这一边吧 这边会觉得比较不放心 因为这里在走的话 离住家 我是走在住家的后门 那如果发生什么事情的话 这边喊的话 别人比较听不到 那你看这边就是河 然后住家的后面 所以这一段我可能会比较担心 然后继续往前走 这里的话又走到马路 这里我就觉得还好 我自己的判断的话 我会觉得走到河区跟公园这一段 我会提高警觉 因为我可能没有遇到任何人 我这一段可能会走快一点 然后走到这里的话 我可能会稍微放心一点 因为至少我大喊 还有住家的人可能会听到 会帮忙我 那以上是我个人的看法 仅供参考 因为我不知道你是想要住在这个区域 然后走到停车场 每天早上还是你是要去哪里 再麻烦你留言给我 谢谢 我现在查了一下这个reddit 有人在上面八个月前也问了相似的问题 就是说他们想要在这个地方买房子 不确定是否适合 那下面的人回答的是说 决定于你要什么 他说是好的 这样看起来是他交通很方便 可以接到东伦敦 只有一点点的商店 曾经住在这个已经五年了 SE4 他说就是有健身房 然后也会适合孩子和年轻的夫妻 是算一个还蛮不错的地方 这仅供你参考 因为我自己也没有走在这条街上 那我会把这个连结放在YouTube的描述栏 你自己再点开来看一下 看一下是否适合您的需求 他是说从2021年有很多年轻的家庭 还有小孩的家庭住在这 然后有些艺术学院的学生 Gold Smith的也是住在这里 他说街道是算是蛮安静的 就像你提到的说是感觉蛮安静的 然后有一些好的咖啡店和餐厅 然后没有太多的商店 但他个人认为说如果是以交通方式来说 是还蛮方便的 那就给您作为参考 谢谢 最后我想说的是非常感谢网友询问我的问题 让我今天早上也学习到新的知识 不然我也不知道伦敦的这条路线 想说的是不管在英国哪个地方 我们身为亚洲面孔的人 都要特别的提高警觉 因为在伦敦前几个月还蛮多 持刀杀人的事件 乱砍人的事件 不管我们在哪里都要提高警觉 走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非常的专心 让自己是感觉更加的舒适和安全 如果你跟你的朋友走在这条路上 你们两个走都觉得怕怕的 那就自己一个人更不要走在这条路上 很抱歉 我没有办法再提供更精准的答案来回答你的问题 谢谢你花时间留言给我 祝福您在伦敦的生活一切平安健康 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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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